大家好,我是小诺 面粉比较总会蒸馒头蒸包子了 试试这个千层香酥饼的做法 层次丰富,外酥离软,香酥吊渣 有技巧,无难度 想学的点击屏幕上的有用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先来和一个水面团 准备300克的面粉倒入面粉中 往里面加入3克酵母 2克小苏打 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匀后再用180毫升的温水和面 边倒边搅拌 搅拌成再拿面絮状下手揉成面团 最后把它揉成这样一个软硬失踪的面团 放在面盆中,按压一下 盖上保鲜膜,找个温暖的地方 喜欢至两倍大 接下来我们再和一个油面团 在面团中放入200克的面粉 往里面加入100克的熟油 熟油就是我们将食用油烧烧后放凉的 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匀后再将它踹成团 拆成这样的油面团 盖上保鲜膜防止风干 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糖馅 在碗中加入一勺白芝麻 一勺黑芝麻 再加入一勺炒熟的面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再加入两勺白糖 再搅拌均匀 这个馅料呢 我们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准备 像肉馅 豆沙馅 什么馅料都可以 我做的呢 就是这样的芝麻糖馅 这样我们的糖馅就做好了 做好后把它放在一旁备用 面团醒发好了 我们看一下 里面满满的蜂窝组织 在面垫上撒上一些干面粉防粘 把面团移到面垫上 揉一揉排排气 然后再搓成长条 再分成大小相等的六个面剂 把每一个面剂给它揉一揉 揉成小面团 揉成脏的小面团 全部揉好后 盖上保鲜膜防止风干 接下来我们再将油面团 放在面垫上 把它整理一下 整理成长条 搓成长条 再分成大小相等的六个面剂 取一个面剂 把它捏一捏 捏紧实 再团成圆球 团成这样的小圆球 放在盘中备用 接下来取一个饧好的面团 把它按扁 再用擀面杖 擀成包子皮 擀成这样的包子皮 放上我们团好的油面团 用包包子的手法 将它包起来 收口处捏紧实 像视频中这样 然后将它放在面垫上 用手将它按扁 再用擀面杖压一压 然后擀开 擀成一个牛舌状 翻过来 再给它擀一擀 再把它擀开 擀成一个长方形 薄一点的面片 擀成这样长方形的薄面片 再给它对折过来 然后再对折 用手按压一下 再把它擀开 先用擀面杖 把它压一压 压扁 然后擀开 擀得长一些 宽一些 再从一头将它卷起来 尽量卷得紧实一些 卷成像视频中这样 然后从中间给它切开 看一下层次特别的丰富 然后切面朝下 再用大拇指 在这一面 给它按压出一个小窝窝 放上我们调好的糖馅 将它收口 捏紧实 然后收口处朝下 再将它轻轻的按扁一下 用擀面杖把它擀开 擀成一个小饼状 擀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 轻轻的擀开 别把这个花纹给它擀没了 看一下这个花纹 像年纹一样特别的漂亮 反过来也要给它擀一擀 擀成这样的小饼 像这样我们的千层饼皮就做好了 没看清楚的我们再来看一遍 用手按压出小窝窝 放上我们调好的芝麻糖馅 给它收口 收口处一定要给它捏紧实 收口处朝下 放在面垫上 按扁 用擀面杖擀开 擀成这样的圆饼 这样饼皮就做好了 我们用这种手法 把所有的饼皮全部做好 全部做好后 电饼层预热 刷上食用油 油我们要多放一点 这样烙出的饼会更加的酥脆 将做好的饼皮 摆放到电饼层中 上面再刷上一层油 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烙三分钟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盖子 给它翻个面 然后盖上盖子 继续烙三分钟 再打开盖子看一下 现在已经两面金黄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给它 转弄一下饼皮的位置 因为电饼层 它的热量也不是多么均匀 一直烙着饼 两面金黄酥脆 像饰品中这样就可以了 看一下就连边上也已经掉渣了 看着是不是特别的有食欲 金黄金黄的 一层一层 层次特别的丰富 出锅 装入盘中 稍微晾凉 我们看一下 两面金黄 拧一捏就掉渣 特别的香 层次丰富 闻起来香喷喷的 忍不住了 我先尝上一口 酥脆掉渣 咸香可口 真的是太好吃了 越嚼越香 里面还有芝麻的香甜味 比外面卖的还要好吃 这样做的千层饼 简单易学 自己在家做的 干净卫生 吃着更放心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 不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